各位,你们好,欢迎大家来到阿N与阿Lam频道。我叫阿凡,是你们的电脑播讲员。 今天,我们会承接上一集的内容,继续为大家介绍任者,任劍辉女士的生平。 初奉明剧团的组成,1960年后期,先奉明剧团公开招收新演员,参与1961年的白蛇新传演出。 白蛇新转散班后,任白恩选了十二位新演员,加以训练。 他们包括,李蒲生,即龙剑生,黎小齐,即借雪森,李杰梅,即萧剑英,钟孙尼,即方雪宇,潘燕珠,即吕雪恩,何少平, 即苏雪宇,何惠芬,即朱雪姬,汤明慧,即江雪露,廖国卿,即燕雪芬,朱桂真,即朱剑丹,如智丽,即盖剑灰,冯丽文,即梅雪诗。 任劍辉一生,对粤剑贡献良多,影响深远,他从出道到退休,在舞台上一直享誉数十年,从未中断和低沉过,及至推出艺坛之后,仍深受影迷,及行内人士的境外, 这是粤剑艺人中罕见的。任劍辉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,是1968年公影的李侯主。 1964年,任劍辉与白雪仙斥具之,拍摄李侯主作为告别影坛纪念作。 李侯主花了四年多时间,才拍摄完成,制作费高达150万,成为一时佳华。 他创下粤语片最大制作,最长影期,和最高收入的纪录。 1972年,任劍辉与白雪仙,为六一八水灾筹款,在香港无线电视匪翠台二唱,成为最后一次的公开演出。 其后,他便因健康问题,推出了艺坛。 推出艺坛后,任劍辉和白雪仙,仍不断指导栽培后辈。 对由他们的弟子,龙剑生,梅雪斯,江雪露,朱剑丹,言雪昏等组成的初凤鸣剧团,进行了适深的培训。 他们对粤剧的革新,和培养粤剧接班人,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任劍辉的个人生活,任劍辉的婚姻,任劍辉早年曾有过一段婚姻,丈夫名叫黄苏。 但这段婚姻,仍为持了一段短暂的时日,两人便已分手告终。 关于任劍辉的婚姻,可以再一点补充,这些资料,都是取材自,任兵仪的自传的。 任劍辉的丈夫,名叫黄苏。 据说,是任劍辉的男粉丝,他们相识于1937年,第二年结婚。 黄苏本有太太,但那时,沪门是可以纳妾的,所以,任劍辉算是异妨。 黄苏一直知道,任劍辉有位好朋友白雪仙的存在,先者对任者极之细心,两人相处之愉快。 黄苏一直看在眼内,五十年代初,某一天,因为任者病了,上下流不方便,黄苏做了一个决定,你搬去和阿仙住吧。 让他照顾你,任兵仪自传,任劍辉的日是,任劍辉早年的毅名,叫任叫好。 另外,更因为他早年多演奸角,故意有一卓号叫奸仔好。 这些都是不为人所属之的。 在白雪仙之前,任劍辉早年曾有一个,感情十分要好的同性知己,除人心。 后来,因为除人心返回广州,两人便占行占软了。 1972年10月11日,当时58岁的任劍辉,被控藏有偽造支英国护照。 他向人民入境事务处承认在广州出生,但在所领支英国护照中,俄清是香港出生。 同年10月28日,中央裁判处判他罚款300元。 在白雪仙的自传中,有者摸一段的记载,任劍辉在生活上,百事不理,问他鲍鱼多少钱一斤,他竟然可以说是500元一斤。 有时,他喜欢吃他西朝家香的小菜,有一款是豆豉加猪肉片,旁边放蛇胡桃丝,有一款是嫩豆炒虾仁,去掉鲜嫩荷兰豆的壳,只用里面的豆炒虾仁。 不过哈人是不吃的,只吃豆。 问他为什么雪糕也吐渣,他说,那杯雪糕是我的,我爱吃多少便多少。 朝野他的胃口可不少,一个人,可以吃一尾鱼,和花着季节时,他可以一吃九只,不然,便吃一整碗面。 后来,我觉得他发叛了,便不许他吃太大碗面,白雪仙自转。 各位关于任者,任劍辉的生平,和他唱过的曲目,拍过的电影和故事,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。 在下一集,我们会继续讲述任者的生平。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,不要错过。 同时,请大家记得,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Lam频道,以作为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 同时,请记得按下订阅旁边的铃铃,那我们每次出片,YouTube都会自动即时通知你们。 好,拜拜,我们下一条片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